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2月24日 巴塞定取艾尔茨 星期四凌晨,西甲继续进行,届时巴塞将座阵主场面对艾尔茨 巴塞枉绩方面处于绝对上风,再加上双方绩分差距多达26分 巴塞今次不赢波过不到球迷那关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巴塞近期状态有点起伏,过去的四场各项赛事中 只有一胜一和两负的战绩 不过他们今季联赛整体表现相对艾尔茨来说还是好得多 这个由两队目前接近30分的积分差距就看得出 更为有利的是,巴塞今季联赛主场表现出众,抢分能力是Top3 而军场2.42个入球就为联赛第一 美斯16个联赛入球之中就有10个在主场所入 除此之外,基斯文亦录得三个联赛主场入球 值得一提的是,巴塞上轮联赛主场遗憾被卡迪斯绝和 相信众将士都心有不分 今次再度在家门口作战 他们肯定想通过一场含唱临来,的胜利来发泄不快 再者艾尔茨今季联赛军场失球数高达1.41个 他们相对薄弱的防守 相信亦拦不住巴塞超强的主场进攻 在阵容方面,中场菲利比古天奴,红前锋安素发敌等人相决 艾尔茨联赛赛倒现在只拿到主同客,各两场胜利 所以球队目前沦落自职分榜没留,就一点都不意外 归根到底,整体薄弱的实力是球队难以拿到好成绩的主要原因 目前得失球比位20比31,后防不稳就算,就连进攻都难有两眼表现 阵中最多入球的是菲迪尔、劳卡斯·宝尔和普玛斯的四个 而在上轮击败伊巴之前,他们更是经历了一球长达16轮 没球赢的尴尬战绩,状态之差可见一班 更为不利的是,2014年至今,艾尔茨各项赛事 面对巴塞拿到同样尴尬的一和七负 当中没有任何一场能够攻破巴塞的龙门 再加上金仗为作客出战,艾尔切输球,唯有输小党赢 在阵容方面,中场庄尼艾拉蒙因伤想踢都无份 你听着的在安波足球快讯,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赛后报告,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